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塗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Hello Della 好 大家好 我知道同类疗法其实已经有250年的历史 现在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的医疗系统 有七十几个国家政府承认 不过这么多年来 还有很多人批评 这个同类疗法、同类疗剂 其实是一个心理作用 因为疗剂上不是有什么物质的医疗 是那个药物 只是一个能量的医疗 其实一直来说我们都很困扰着 我怎样可以令到很容易令到那些客人 或者我们的病人 或者身边的朋友、家人 去认同了或者认识到这个同类疗剂 我相信用一个亲身体验的机会 就会有最大的帮助 尤其是在一些急救的情况之下 你服用了疗剂五分钟之后 你就感觉到 在急救的情况之后 你就感觉到它究竟是可以 还是不行 在我们的过往经验上看到 那个急救 即是遇到一些急救 即是即时发生的那些伤病 那些时候 一定要作出即时的去处理 可以用这个同类疗剂 这个疗剂 就可以去处理了的时候 就不会慢慢地变成了 因为处理得不当的时候 就变成了一个慢性病 变成了慢性病之后 再回转头 可能找我们袁医生你帮忙的时候 其实又会很慢 那个情况又要回转头 一些东西逆转回 所以我们为了我们的健康 不要将它由急性病的问题 变成了慢性病的问题 今天袁医生帮我们介绍 在同类疗剂的急救上 可以如何形容得到 相信可以帮到我们很多听众 他们一般在家里 常常在日常遇到的问题出现了 如何亲身体验同类疗剂的 灵丹妙药神奇的效果 也想麻烦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大家都听过 有些人说同类疗剂 有些人会即时跟你说 同类疗剂的疗剂里面是没有东西的 是因为它稀释了 我经常说同类疗剂的疗剂 大部分是草本提炼 也有些是动物的成分 比如黄蜂 成为黄蜂 变为一个疗剂 但它经过一个特别的处理 就是将本类的物质 不断地稀释充能 即是一百分之一的稀释 一百分之一的稀释 或者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或者一百分之一的 即稀释到某个阶段 譬如一百分之一 十二次就没有了 只剩下一个分子 但是你知道了 疗剂变为三十四 三十支 即是一百分之一是自成三十次 基本上是天文数字 数以亿计 可以说是绝对没有任何物质 有些人说 一般的唯物论世界之下 那些人说没有物质 那可能有什么效果 但问题是它真的有效果 所以我经常说 同学疗法是一个更加高层次的 是一种气的医疗 中医说正气存在邪不可侵 中医常说是气血 有个气才可以推到血 生命力的背后就是所谓气 同学疗法是在这麽高的层次 来处理我们身体的健康 在气的层次 好了 那还有一个情况 我经常都感觉到很困难的 就是很多人来找医疗疗法 通常它是有些复杂的慢性病 它就会来的 什么病都什么医生看看 都没有办法解决不了 那就吃了很多药 搞了很多手术 那之后才会找我们用自然疗法 或者痛的疗法 我们往往发现 真的在那种阶段去医 是不是那麽简单 不是那麽容易的 你找疗剂 譬如我最近有一个朋友 那朋友的疗道员,急医时 麻病又啊 去了朋友 其实你登下医痕料 有过cent个 只是二代 好了 在这个阶段手术 勇养 吃很多抗生素,所以在那時候去找療劑是比較難找的 因為它的證形已經不太清晰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遇到慢性病的病人,再用療劑去找 有時候都不是一擊即中,有時候都要慢慢去追 又要不同的療劑,一層一層去抽脂剝菅 最終先將健康徹底解決 如果痛的療法,我們大部份人用的時候 都是這種慢性病的層次,經過醫生很辛苦一段時間 才可以慢慢將問題解決 始終應用人的健康是很難的 始終個人都想快快,然後即時解決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將痛的療法 是可以救到我們的健康就是中國 這麼多人的健康是很差很差的 最近我看到,中國平均每一年 人們看醫生,入醫院是5.6次的 用了差不多1.7萬億的醫療費用 整個中國經濟的GDP都是十七萬億的 那是很大劇用的,醫療費用 好了,我們怎樣可以令到人 不多病,不多出現慢性病 而可以享受健康 簡單地可以用一些簡單工具 享受到健康呢? 就是如果我們能夠 是將我們的病是及早去治療 即是當你有急症病的時候 譬如嬸仔經歷了幾種的童年病 譬如出現那個玫瑰疹 然後慢慢地出現麻疹 或者水痘,這些童年必經的病 如果你當時用一些正確的療法 去醫治好它,其實這個嬸仔 將來是很難病的 好了,另一個層次就是 在急救的時候,OK? 那你說呢,當你急救痛 或者撞到流血不止,燒到爛了 那個療劑一給你 可能在五分鐘半個小時之內 即時是絕大部分舒緩了 你會知道這個不是心理作用 這是真正的作用,OK? 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家應該是 早些學好了 怎樣用痛療療劑 是在急救應用,OK? 再進一步再學一下 怎樣用痛療劑 是處理一些一般常見的普通的病 OK? 即是如果你這個層次去用 你是容易很多的,OK? 你是很容易用得對的療劑 是經歷到一個很神奇的效果 好了,所以我們今集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般我們 很多人都很容易遇到的 就是急救的問題 或者意外的創傷問題 是 我們怎樣可以用療劑 是處理到的,OK?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親身經驗 你對同一個療法 你絕對不會有懷疑 這是真正的醫療 不是一種心理作用 好,在同一個療法 那個救急應用 其實我們最容易遇到的是什麼問題? 受傷、撞擊、痛、流血等 我們可以怎樣? 日常常都會遇到的 最容易遇到的 跌遇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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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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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ther Manica Montana 本身是山坡下的成长草 很多动物在山坡碾到山脚 看到这种植物会吸食这种植物 衣服自己的跌伤 任何硬物撞伤 与身体鸢鸢鱼鱼 甚至出血也不要緊 眉疏血管因如破壞了 所以呈現語語難難的情況 尿劑就是阿尼咖 除了滾到山蝶或不小心撞燈等 很多時候我們去剝牙 剝牙其實生甘車是很好用的尿劑 不是唯一但這是最常用的 因為凡有軟組織受傷 血管被拔出來有流血的情況 然後是生甘車 生甘車除了身體的撞擊之外 還有有時候是心理方面的撞擊也對 譬如有時候你遇到的情況之後 你是很辛苦很牢碌 令到搬野又盛 幫到周身冤冤雨雨 還有可能突然之間受驚 或者很大的壓力一段地進來 你的衝擊不單只是身體 而是心理也會有的 記住生甘車也可以用 但是如果你的心理的創機是一種嚇傷的 譬如有時候我們經常都這樣說 如果一個媽媽帶著小朋友 在街上走 突然之間小朋友就衝出去 衝出去 衝到街上被一輛車撞傷 媽媽看到就嚇驚了 但小朋友就撞傷了 那你怎樣做呢? 小朋友就吃生甘車 媽媽就吃什麼呢? 吃另一隻叫烏頭 烏頭 烏頭通常是突發性的驚恐 一種驚恐嚇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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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嚇到震的 這種呢 如遇到遇到碰到死亡 那種感覺 這種是一種心理的創傷 心理的受驚 那種療劑就是烏頭 但是Aligat 也是可以應用的 有時候有些人 就會跌倒 頭部會被人噴一噴 可以說震到頭部、脊椎 或者是噴傷 噴傷尾龍骨 很痛很痛的 尾龍骨有很多神經尾端 我們有兩種療劑 在這方面考慮 第一叫做金絲圖 Pericum Perforatum Pericum Perforatum 最好用的是尾龍骨噴傷 金絲圖 如果你的頭部不小心撞傷 比硬就撞傷 未必穿傷 總之撞傷了 當然除了眼力也可以使用 還有你撞傷後 覺得神智受影響 或者撞傷頭後 發現好像記憶力差了 或者撞傷後 覺得人情緒低落 那療劑就是 流酸臘 Natrum Sulpharicum 就是流酸臘 這個也是 很多人都經歷了 有時候你不小心 被波子 一聲飛下去 撞到眼睛 整個眼睛 眼睛就是瘀了 那怎麼辦呢 兩隻療劑 兩隻療劑 第一隻呢 就是迷跌香 迷跌香 那迷跌香呢 通常呢 那些療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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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拿著冰袋 在那裡敷 OK 如果他拿著冰袋 蓋在眼中 證實是 冰令他舒服 這個療劑就是 迷跌香 Lytum Parastrum 除此之外 可能那個框框痛 或者眼球 眼球 之前撞到眼球痛 那另外一個 考慮的療劑 就是折骨槽 Symvitum Oficionale Symvitum 折骨槽 OK 那其實兩個療劑 可以考慮 可以應用的了 那很大機會 起碼百分之九十幾 機會呢 隨便一隻就搞定了 好 好了 萬一了 有時候呢 不小心呢 是有刀傷 即割傷的 OK 是割傷的 那令到那個傷口呢 就是出血得很厲害 三隻療劑 OK 第一隻金盞花 Calandula Oficionale 金盞花呢 任何的傷口流血的 OK 你傷到止血 比如包骨 拔了牙之後 那些牙呢 還滲血得很厲害 那你就可以用棉花呢 是用金盞花 這是草藥來的 可以用草藥的方法呢 就是握住它 或者噴到傷口那裏 或者呢 你可以發現呢 那種傷口呢 還是很痛的 刀傷 但是很痛的 就金絲圖了 用金絲圖 Heper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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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oratum OK 金絲圖 還有你會發現呢 傷口流血流得很厲害 就是不停地流血 有時候流血流得很厲害 不停的 是鮮紅色的 那就是淪 那就是phosphorus 那就是你有三種療劑呢 是可以應用得到的 OK 好 一口氣的袁姻生 幫我們介紹了幾種那個的 五種的情況 其實真的很常見到的 沒有什麼人 沒有什麼人 不會不經歷過的 像你剛才說 刀傷 家庭主犯在家裡是最容易的 就是你切菜 什麼時候 很容易都會戒傷 小朋友呢 走來走去 撞傷 添過去 這些也會很多時候出現了這些問題 介紹了這些急救的療劑呢 如果我們即時用得到的時候 就會避免了出現了其他的後遺症 我們真的不知道會出現什麼後遺症 但我們可以阻止到它了 好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繼續 我們今天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就是今天的題目是 急救應用的同類療劑 這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很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二節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繼續今天的題目就是 急救應用的同類療劑 上一節就一次幫我們介紹了五種急救的情況 應該大家都已經很著躍於 希望知道還有什麼 我們日常可能遇到的情況之後 同類療劑可以應用得上 麻煩袁先生再幫我們介紹 還有一個情況就很容易看到 斷骨 有時真的跌傷 骨頭已經裂了 X方照了之後 真的裂了 當然了 如果這個裂的情況 骨頭已經偏離走位 當然要用外科手術的方法 將它復合了之後 可能要釘或打石膏 但是很多情況之下 你做了這些急救的手術之外 其實你都要用一些方法 令身體復元快 我以前有一個鄰居 是一個外國人 駕駛電單車 在家旁邊 被的士司機撞進去 撞到他的腳 撞到他的腳 他是人包著姐姐 這樣就裂了很多地方 他在馬醫院去做 當然開刀 但幾個月都出不到醫院 為什麼呢? 他不符合 你記得嗎? 他不符合 你做了手術之後 你弄了半年 都是這樣 復合得不好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用同的療法 去跟進 來真正醫治 你當然用手術 將骨頭先合起來 不要分開 是幫助它符合 但是你要推動身體 在這些鎖骨 用什麼療劑呢? 有三種療劑 還有很多情況 我剛剛的病人都是這樣的 這些我都遇過幾個 很多人喜歡走路 不穿鞋 腳趾會突出 很多時候在家裡 在櫃子裡 踢到櫃子 一蹬腳 或是在桌腳 嘩!痛到 整隻腳趾在那裡 嘩!痛到死 有可能它只是撞瘀了 但也可能骨頭已經截了 什麼情況之下呢? 三種療劑 三種療劑 記住 阿尼卡 那個生甘車 折骨草 生甘車 生甘車 折骨草 生甘車 折骨草 生甘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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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分辨呢? OK 通常呢 你見到一個 那個傷口 你知道是 就算斷了骨 你按它是 很痛的 即是不想你碰的 即是不要按我 不要碰我 那你就想 冤雨和生甘車 OK 那生甘車 你用了之後呢 咦!好多半喔 但是呢 總是有些地方沒有好 你按下去呢 今次你可以受到力了 但你按下去 你按下去 骨頭 骨頭就痛了 其實呢 有很大機會呢 你骨折了 腳趾可能是骨裂了 那當然呢 你未必需要去照X光的 是吧 X光也是得個G 是吧 那你跟著呢 你就用折骨草了 生甘車 OK 那很大機會呢 這兩隻之下呢 就OK的了 嗯 但是很多時候 有些人呢 就 症狀呢 總是做一些未好的 當然做一些是 冤冤痛痛的 但是呢 他就覺得 冤膚會舒服的 如果你發現是冤膚舒服呢 就用迷迭香 Lidum Veracin OK 三種療劑 我相信呢 這三種療劑之後呢 百分之九十的問題都解決到了 OK 好了 是 那直有一個情況之下呢 扭傷 是吧 咬柴 是 捉柴 手腕咬柴 那通常痛 沒有力 那這種情況呢 那也有些人呢 那個 見哨是狼腫的 那些情況之下呢 那個 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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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有一顆屈的 其實這個是 一個Ganglion 英文叫做Ganglion 是 那也有時候呢 可能出院呢 在膝頭那裡會過 是 因為它是硬啊 跪啊 我們都遇過這些情況 那當然一個常見的部位呢 就是 即是腳 腳面 腳面上面那裡 OK 不是腳底 腳底 腳底 有一顆屈屈的 其實這個是Ganglion 尿質是什麼呢 就是雲香 OK 那雲香的症狀呢 你扭傷了之後呢 冤冤雨雨雨 是沒有力 發不了力 扭傷了腳之後呢 走路呢 走路呢 就行不到力的 即是竹果呢 好像要扭一扭一扭 因為為什麼 它沒有力 而且會發軟體的 OK 這個症狀呢 這個療劑呢 就是雲香 好了 還有啦 即是某個程度之下 撞傷了 總之是乳傷的 即是你什麼都知道 都不太多 總之我來覺得 咦 糟了 我好像碰到乳傷了 這樣 兩個療劑 第一隻 生甘斜 生甘斜很簡單 不能碰 嚇到它 很痛啊 不要碰我 第二隻 迷蹄蹄香 什麼情況之為迷蹄蹄香呢 如果你用冬膚 舒服 OK 那就用迷蹄蹄香了 好了 那還有一種情況之下 即是 剛才說是 手腕扭香 它在任何關節的扭傷 關節的扭傷 OK 可能寬關節 OK 可能那個 可能肩膀 或者可能手腕 即是肢而處理 好了 那這種情況之下 有三種療劑 自己的三種療劑 第一種呢 就是 野角 Root Toxicodendrum 野角 野角的症狀是怎樣呢 當你扭傷了之後 你經常感覺你的關節是很緊的 很Stick的 好像山獸的門教那樣 你呢 很僵緊的 僵緊得來 你又想動一下它 因為你動一下它舒服的 OK 但你動呢 一初一動就痛得很厲害 但你動順了又舒服回來 是 暖呼是會舒服的 那這種情況之下 第一種療劑就是野角 OK Root Toxicodendrum 好了 另外一個呢 譬如你用了野角 效果都好像一般 或者這個症狀 不是說很僵緊 好像山獸門教 另外一種療劑就是雲香 就是Rooter Rooter也是一樣的 Rooter的症狀 都是扭傷了之後 好像野角 有些僵緊 動一下它會舒服一下 但是Rooter的主要 有時候是沒有力的 記住啊 就是 好像 突然之間好像 叫什麼 叫什麼馬蹄 法怨蹄 法怨蹄 這些這樣的 好了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雲香的重要 就是用不了力 那還有一種療劑呢 就是白蛇根 Brionia alba 白蛇根的正重是怎樣呢 這個關節扭傷之後呢 你千萬不要動它 不要動它 不是不要碰它 是不要動它 那我試過有個病人呢 他是做 他是站桌 他是major dean 那經常呢 就要帶那些客人去 帶位啊 那樣的 但是很可惜呢 他的膝蓋呢 就是可能是勞選 站得多 那他就工作已經有困難了 那結果呢 他就說呢 他總之不想動的 你一動就越痛 越動就越痛 那還有大力壓一下它 舒服一點的 那這個療劑是什麼 白蛇根 Brownia alba 好了 基本上這三個療劑呢 90%的症狀呢 都可以cover了 可以處理得到的了 好了 還有一個療劑呢 就是肌肉拉上下 你記住 不是關注扭傷 不是創傷 不是撞傷 不是撞傷 是你自己覺得自己肌肉拉上 那什麼情況之下呢 搬重的東西咯 是 一搬重的東西咯 一搬重的東西咯 立即背部不動得 閃腰這樣 或者呢 是做那些平時很少做運動的 突然之間 周末呢 去做了 去耕田了 去綠田園了 去踩彈車 去踩彈車 去幫命 去行山 是的 回來之後 周身冤雨曬 肌肉雨曬 就是這樣 療劑 山金車 阿尼加 蒙田 然後呢 另外一隻就是野角 野角呢 當你肌肉的眼睛 就覺得很緊 很緊 經常想用一下它 扯一下它 舒服一下 有些人呢 經常擄損 肌肉擄損到 經常就要去 拼命跑步 睡不到覺 一起來 要拼命運動 如果不運動 眼睛是周身不醉 這個療劑是什麼 就是野角 好 另外一種的情況呢 就是肌肉抽筋 不是拉出來 是抽筋 就是小腿 大腿 總之突然之間抽筋 有些是腳趾抽筋 腳趾抽筋 大家記住 如果是大肌肉抽筋 而用暖膚舒服 暖水袋 舒服呢 療劑就是 就是輪酸尾 Magnesium phosphorica 輪酸尾 或者 就說乎有些驚奇痛 小腹的肌肉 這種抽筋 暖膚舒服 很多時候 驚奇痛 會拿著暖水袋 按一下 會舒服的 向前都舒服 這個就是輪酸尾 Magnesium phosphoricum 如果你的抽筋地方 是腳趾抽筋 手指抽筋 有些是霸陽雕 這種情況 這個療劑就是 Cupram 就是腳趾抽筋 Cupram 就是痛 Cupram metallicum 就是痛 好了 另一種急救的情況 就是當你根腱受了傷 這次不是關節 不是肌肉 這麼簡單 是那條根 是根的 通常你根腱受傷的人 就像是扭柴 就是根腱受傷 手腕也好 通常他有個感覺 就是發不了力 記住 發不了力 療劑是什麼 雲香 Ruta Graviolin 是根腱受傷 好了 好了 中一種情況 就是 就是中了七樹毒 但香港都有機會 你拆到那些七樹 接著 整個皮膚 就去水泡 是 水流到哪裡 就散到哪裡 我見過很可怕 水一直滲出來 一邊流 一邊流 一邊水泡 跟著下去 或者是 扭傷的舊患 就是你扭傷到很久 總是覺得 那個舊患 是經常都好像 緊緊 通通緊緊 經常覺得 要經常鬆一下 才舒服 即發出了 什麼療劑 野葛 閃快 容易记得是,你收入看一种 Rosencars 就是 Russian Guard mud 通常就是这样,iniz现在的一个年轻轻、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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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被木刺 最碎上有 甚至乎嚴重的物体进入了身体 玻璃碎 玻璃碎 当然你要尽量去挑 但有时候你进去皮下面 你找不到的 怎么算好呢 用什么疗剂呢 用silica 直 如果你发现铲串的刺在这里 经常很痛很痛 用针挑不得了 断了进去 用silica silica 能够将你所有的耳物 都会将它排出来 谷出来 身体很厉害 好了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云 很多人用云 云车浪 云车浪的疗剂 有三四种 但我介绍一个 用一个简单的 就是印度防御 Coculus Indicus Coculus Indicus 这种的云 云车浪得来 好像后尾枕 好像不舒服的 还有很多时候 那些人 就是睡觉 睡觉不够 或者是职力 去到外面 去到外国 就是时差 那总是觉得 人是后尾枕 重重不舒服 很容易云云的 那这种情况的云云 人可以用印度防御 Coculus Indicus 好了 还有什么情况 香港也有机会做到 要遇到的 就是什么呢 热的天气 很多时候是中暑 有小朋友 有时候在操场 可能要去玩 或者那些人 自己的能力 走去行山 七八月最猛烈的时候 有时候走去行一些光秃秃的山 就容易出现种树 在这里我介绍两种 种树寮剌不止两种 我用简单的 在两种情况之下 可以想的 是厌重的 第一种种树 就是种树之后 整个面就融了 整个头就痛 痛到蜜蜜蜜蜜 跳动那种痛 脹痛 疗剌 丁茄 Beladonna 另外一種種樹是種樹之後整個人崩潰了 是飆冷寒、震飆冷寒的療劑是白泥露 兩種的出現情況下需要用不同的療劑 另外一種是悲傷 其實很多人都會遇過的 有時突然間失戀、要分手 身體總是很鬱結 經常都不知想怎樣 復合、不復合 這些情況下,腦部是持不住的 很劇烈的悲傷療劑 雷宋芒 Ignatia Amara 雷宋芒 這是一種情緒的創傷 悲傷用 如果低身得來,令情緒低落 低落到想跳樓自殺 這種情緒的抑溫 是很嚴重的抑溫 療劑就是黃金 金,Aurum Metallicum 通常有一種故事就是 一個平時是一個很好的生意人 賺很多錢 然後他炒金 炒弄了,衰了 那就要調樓 然後他用金 這就用金去治療劑 Aurum Metallicum 金 好了 有時候我們受傷的部位 就是在頸部 即頸部突然之間 坐一坐 或者可能我們在坐車 撞一撞 我叫做Whip Lash 是邊馬式的受傷 頭就很大力地 搖一搖 好,這種情況下 就是兩種療劑 第一種金絲圖 是Pericum Perforatum 第二種白蛇根 分別 金絲圖是神經痛 因為這條頸部有很多神經線 尺出很多神經線 可能需要去金絲圖 Rionia 你這條頸傷了之後 不敢動它 動傷就痛 記住,動傷就痛 Rionia OK 好,我們休息一下 因為消化一下 大家也可以整理一下 我們待會回來 繼續我們今天的自然療法 我們的題目就是 急救應用的同類療劑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客人 買了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歡迎回來第三節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急救應用的同類療劑 我相信聽眾都很心急 因為余醫生也介紹了很多 接下來我們還有一些 都很多時候會遇到這些 急救情況的時候 我們怎樣可以用同類療劑 是幫到手 麻煩余醫生繼續幫我們再介紹 好了 那當然了 另外一個就是 那個消化系統 胃卓熱 胃液倒流 這些很多人都會有的 這是真的可以這樣說 我這次教你的那些 基本上你掌握了 我相信你90%的沒有病 已經減掉了 就不會變成慢性病了 好了 當你有時候人吃東西 是搞出胃不舒服 胃液倒流 如果你有三種療劑 是可以跟你分享的 第一種是馬泉子 Nuxvormica 馬泉子在什麼情況之下 那些人就是亂吃東西 很喜歡吃刺激的東西 咖啡那些 喝酒 他是一個很薄殺 但工作壓力很大 但他就是很上進 很薄殺的人 這種人 那些人 根基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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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壓力大 不舒服 然後他吃了東西 就這些胃的酸酸 或者是痛 就是馬泉子 第二種呢 就是植物灰 植物碳 植物灰 有什麼呢 是Carbo Vegetabilis 這種的情況 通常的胃呢 是很弱 消化能力很弱 吃很多氣的 脹脹脹脹脹脹的 這種情況 年紀大些 就是消化能力 是弱了 弱了 就氣很多 脹脹都很厲害 吃一套膨脹的 就用植物碳 植物碳 Carbo Vegetabilis 第三種呢 就是石蟲 Lycopodium Clavitin 石蟲的人 通常就是 比較高高瘦瘦 上身瘦些 下身肥些 通常是用老的人 同時 他的消化是弱的 通常就是想吃想吃 但是一吃少少就飽 OK 同時也有很多胃氣 這一種型的人 石蟲的人 將會喝暖水 這個呢 也可以是 常用在消化的問題 這三種 馬泉豬 食物碳 和石蟲 OK 好了 如果好不幸 吃錯東西 中毒 食物中毒 OK 食物中毒呢 通常你都會嘔得很厲害 第一件事就是嘔 三種療劑 跟大家分享 第一件事就是兔筋 兔筋 兔筋那種情況 就是嘔得很厲害 若聲嘔的 但是你去看看 他的舌頭 挺乾淨的 即是那些怪的 食物中毒 有問題 通常舌頭會有白的 但是兔筋的人 就嘔嘔嘔 但舌頭很乾淨 兔筋 第二件事就是 新的 阿森德金奧文 真的很典型 吃錯東西 吃了一些冷的水果 或者骯髒了的水果 然後又嘔 又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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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嘔 嘔到人都散了 他很害怕青 冬到死 好像覺得 我快要死了 嘔死了 這個就是 新的阿森德金奧文 的食物中毒 嘔又嘔 又嘔 嘔 比較多些 吐筋就是 嘔多些 第三個 療劑就是馬前煮 Nuxvormica 那馬前煮的症狀呢 就是這樣的 你吃了之後 你覺得吃錯東西 覺得想去套 但套不到 嘔悶想套 但套不到 想套 但又套不到 結局在中間 結局在中間 馬前煮 Nuxvormica 好 接著呢 就是周居雲狼 跟剛才 緩云有少少不同 是 周居雲狼 就是很明顯 對嗎 坐車 坐船 坐飛機就很少 坐郵輪 都去不了 那就是 療劑就是 印度黃紀 Coculus Indicus 剛才分享過 還有第二隻 就是 煙草 Tabacum Nicotina 煙草 通常有些人找 就是 聞到一些味 是不舒服 聞到煙味 是特別辛苦的 OK 如果你是雲車狼 美國是特別 對煙味 是特別 好像覺得 不舒服 就可以考慮 煙草 這個療劑 是 接著過來 就是 萬一不小心 被蜜蜂針乾了 或者其他的 昆蟲 針傷 過敏反應 就是 種種 痴痴痛痛 但是是凍膚舒服 按下去 腫的地方 是浮浮的 不是脹得硬 是按下去 軟軟 尤其是 脹得來 如果面部都脹了 那就更加 用蜜蜂 好了 其他 不是蜜蜂咬 其他昆蟲 或者咬過 都有其他兩種療劑 這種 我屬於 叫做 被人叮傷 動物咬的 就是 就是有涼損 是 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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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如何使用 當你涼損的地方 冰肤舒服 冰肤舒服 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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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你涼損的地方 是很痛的 解釋不了 為什麼會這麼痛 神經痛 哪一種療劑 就是金絲蜂 Iparicum Perforatum 禁思图 有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会怎样呢? 是被门揭心 或者被刺身的脚趾或者手指 即是很痛的 门一叫十指痛归心 脚趾痛 因为神经尾端 神经线是特别多的地方 就是脚趾手指 这种情况之下 那个疗剂是什么? 跟神经线有关的 就是禁思图 Iparicum Perforatum 好了 那种情况就是 皮肤出疹 尤其是皮肤过敏 尋麻疹 尋麻疹 一片一片 浮浮种种痕痕的 有四种疗剂 第一种就是尋麻 尋麻的症状 尋麻的症状都是浮浮种种 一般都有的 是一种刺感 是刺感 是针刺感的 第二种是迷迪香 Lidum Perforatum 迷迪香 它的症状是皮肤有出疹 但冻肤会好些 第三种是蜜蜂 这种咪牛蜂 早前已经說到蜜蜂 蜜蜂 蜂蜂 活逢浮奮 最后一种就蜜蜂 蜜蜂 另一個是熱呼舒服的 行得來一種癢 但熱呼會更加舒服 皮膚敏感都有四種不同的療劑 在不同的症狀之下運用 跟他療法的療法就是這樣的 你要辯證論詞 不能用病名便用的療劑 通常是不成功的 但你會覺得 it will be possible 因為療法並不是這樣應用 要辯證論詞 好了,接着来烧了,可能被太阳,即是曬太阳太厉害了 小朋友,小朋友没什么机会去海滩,突然有的去,就整天在那里 接着就成身烧伤了,起了水泡的,什么疗剂呢? 第一种就是斑蟹,就是Canterus Vesicatoria,Canterus 这种的情况,可以这样说,它是曬得起水泡的,起码是第二度的 第二度却伤的了,除了这个之外,严重的就是Canterus,就是斑蟹 接着外面就用金盏化,金盏化对一般皮肤的伤口很有帮助 但你说我不是曬得很厉害,又不是烧得很厉害 只不过是小小浮沉沉沉,红红 这个疗剂就沉码了,Ertica Urine Ertica Urine是第一度的烧伤,曬伤 Canterus是严重一点的,起码是水泡的 好,接着就是说刺伤,即是被刀,被尖弱的物身插上来 被人把刀插上来的,两只疗剂,迷迭香,Lidham Pallassum 或者Hypericum,金丝图,没所谓 在这个情况下,你就试一种 譬如迷迭香,经常说,迷迭香是Better Coal的 它觉得冬肤会舒服一点 金丝图是神经尾端的铜,所以神经线特别满感 但不要紧,总之你发现尖弱的物身是被刀伤刺伤的 最后就是冬肤,冬肤在香港有机会少很多 但万一你不小心去外面玩滑雪,或者去到雪场 所以在那里就被刀伤了,这样就出现冬肤的问题 我最近在网上收到的资料,今年会有一个寒冬出现的 是60年来的罕见的,因为它已经出现了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在外国,冰冻都很离谱 我记得那次我刚刚在Christmas,刚刚在Montreau 飞机搭不到,因为寒冬 我刚刚在网上也看到,今年的冬天会冬得很浇关 当然,香港很少人会冬伤 寒劑是什么呢?就是毒鹰散,Agaricus Muscarious 就是冲鹰的鹰,光落散的散 冬伤是冰伤,用Agaricus Muscarious 通常冬伤的时候,手指很刺痛,好像尖弱的刺痛 我可以跟他说,这几个情况,我想大部分人是必定遇过的 如果你能够在家庭备定了这些疗劑 不要到时才来找我们,因为你即时要解决了 你打下来Bugapointment,明天已经太迟了 这些东西其实很值得自己买一套 我们在健康电影网上可以购买的 这一套东西是放在家庭,到要用的时候可以用 有些人说,这些东西放在这里,或者我用不到 你不用怕的,第一,你很大机会用到 你很大机会令到相信同类疗法是真的,是厉害的 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医疗来的,因为便宜就快,快到你惊人 还有,那些疗劑是不会过期的 你可以一袋一袋存下去的 女儿是可以给她做嫁妆的 因为疗劑是不会过期的 因为一种能量,能量储存了 但是一个涉石,涉贴里面的涉石 那个磁力是不会没有的,不会过期的 所以同类疗法是一个急救应用 是全世界最好的医疗 快,正,容易用 不需要急救室去用,你自己就能够办 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些急救的应用 以及一般的,很多人都经历过的 新闻仔的毛病,我将来会慢慢教大家 再用上一般的呼吸系统病,消化问题病 不会很多的,来不来看 呼吸系统,腸胃病,和新闻仔的那些 基本上你是完全可以将你的健康 全部掌握在自己身上 不会因为你处理得不好病 由急性病变成慢性病 是的,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这个题目的重点 就是大家可以在如何维持到 我们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 就是我们一定会遇到急救,急性病的问题 像扭伤等等,很常见的 不会让它即时可以用同类疗剂 帮助它,加速它复原的效果之余 其实就不会延续下去 我相信像扭伤,很多人都会尝试到 可能就是回家自己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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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被人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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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救護員都覺得他是斷了骨 不到循例去醫院指一指,真的斷了 我們當然不會跟他做手術 然後有療劑,給安妮卡吃 然後再轉用摘骨草,剩下一層 他現在康復了,一點事都沒有 完全沒有,他可以在五月弄傷,他只失去了七月的世界比賽 到八月的時候,他的亞洲比賽,他已經可以去做比賽 所以在很短的時間,骨頭已經復原了 也不需要做到任何手術,或者其他那些 給他有些隊友,曾經經歷了的時候 需要開刀,他們的後遺症比較大 我女兒的情況就完全不好 所以希望大家對於今次這一集 急救應用的同類療劑,大家好好記住 而剛才所提到的療劑 在我們陸創意已經備了一個套裝 這個套裝上面,我們也有一個圖表 可以很簡單地讓大家了解到 剛才提到什麼問題的時候 一目了然,你可以立即選用到哪兩種療劑 當然,如果想更加了解多些同類療法 其實大家可以留意我們亞洲同類療法 學校的網址,就是3w.ahi.com.h 可以留意我們余醫生也會有一些課程 會教授給大家,這個會再深入一點 當然,我們在我們的網台上 時不時,余醫生也有提及了很多關於同類療劑 但是這個急救應用的套裝 就一定要每個家庭都應該要有一套放在這裡 所謂真是急救的,你不可以再等幾個小時 還有那裡有一個圖表 大家可以放在我們平時可以常見到的位置 例如冰箱或者一些notice board 那你遇到什麼問題,你就會說 這個急救不是只用在小孩子 老人家最常用得到是真的 所以一定要在家裡常備 不要到時才說,哎呀,我又要哪一隻療劑 就算馬上來,都已經未必了 當然我們可以,亦都會這樣 還有有些事 這個是你最好的健康的投資 沒錯 買了這個套裝回去,聽了之後 我告訴你,這個是你的一身人 健康上最好的投資 嗯,沒錯,OK 好,今天多謝袁醫生和我們的分享 如果大家有什麼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電話和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詢一下產品方面 可以打回到我們的健康店 28824848 而我們也有一個網上購物 而在海外的聽眾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and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到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到YouTube搜尋自然療法御理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好,今天麻煩你,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如果聽眾想購買今集 袁醫生所提及的產品 可以打去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號碼是28824848 又或者可以瀏覽陸創意健康店的網址 www.helthshop.com.hk 謝謝